嗨 大家好 我是曼妮 冬天是柑橘盛产的季节 我想带大家来做橘椰嘎酱 它用的食材有椰奶 还有我们的美铜干 还有鸡蛋跟二砂 原来的椰嘎酱呢 在新加坡它用的是椰糖 不过因为我们手边没有这些东西 所以我们就用二砂来替代 然后我在为大家调整的配方呢 鸡蛋用了四颗 甘血四颗 它的比例大概是一比例左右 然后糖呢 我平常都无糖 所以我糖用的很少 我看到有一些配方可能这样子的糖 它就用了将近快两百克 我是觉得这样太多了 所以我帮大家说现在 三十到六十克左右就好了 然后椰奶两百五十克 把这些材料 然后蛋 糖 还有椰奶都先混合 柑橘汁是最后再加进去煮的 所以这边就先混合这些东西 先稍微把它打散 然后我准备一个锅子 我教大家用的是隔水加热的方式 因为这样子你比较不容易去烧焦 不容易把它煮成蛋花糖 要一直混合呢 一直搅拌是因为 怕它底部焦掉 然后整个状态会凝固的比较奇怪一点 对 所以你不停的搅拌它 去让它均匀受热 同时避免它底部烧焦 然后我在看到这样的状态 它已经有点看像这样 都可以看得到它的痕迹了 我就倒入柑橘汁 然后我也顺便刨了一些 那个美铜干的皮却下去 然后再继续不断的搅拌它 整个过程呢 大概煮10到15分钟而已 没有很久 因为我们做的量不大 就大概像这样的质地 你不需要把它煮得太硬 因为里面有椰奶 所以你逼在冰箱之后呢 其实它的状态就会再更硬一点 这样的滑揉的状态 会刚刚好让你拿来当抹酱 就这样煮丝烤一烤 然后抹上菊叶嘎酱 非常好吃哦 大家可以试试看 我们下次见 拜拜